印度傳媒報導 印度議會上下兩院 昨天經過一天激烈辯論 最終透過口頭表決方式 接受了哈澤類 提出有關打擊貪污的三大關鍵原則 透過適當機制 將低級別官僚系統 納入反腐監管範圍 以及從中央到地方 都要成立獨立的監察機構等等 不過 有關決議 仍然要交由議會常務委員會進行審核 等待最終意見 報導說當議會通過上述決議之後 總理申格 知涵哈澤類說 目前議會已經最終接受了 他提出的三大原則 要求他立即停止絕食示威 隨後哈澤類決定在今日上午 結束這次絕食活動